姚玉忠是近代最为传奇的盗墓者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内蒙古宁城县 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但姚玉忠非常喜欢看书 特别是风水方面的书籍 让姚玉忠爱不释手 渐渐的书中记载的星象 地象 元气 场能等等 不断吸引着姚玉忠 也正是凭着这种本事 姚玉忠成了一名摸金校尉 不得不说姚玉忠在这方面的确有过人的天赋 只要他认定的地方十有八九就能够找到宝贝 观察山河走势天星地象就能够找到大墓穴 在姚玉忠手底下的人对他都十分佩服 渐渐的姚玉忠的名声在盗墓界里传开 神奇的盗墓手段让姚玉忠被称为现代摸金校尉 祖师爷三十年来 姚玉忠盗取的奇珍异宝数不胜数 总得算起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武艺 让考古学家头疼不已 不过盗墓这件事毕竟是违法的 挣的钱都是不易之财 尽管姚玉忠每一次盗墓都小心谨慎 但还是被发现逮捕 姚玉忠似乎也早就料到了自己的结局 被抓入狱的时候表情十分平静 在法庭上姚玉忠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盗墓经过 盗墓三十年的他什么墓都见过 从他口中讲出的东西 就算是考古学家都自叹不如 在鉴定古董珍宝的经验上 还有发现墓穴的本事上 无论是谁都无法和他媲美 但最终姚玉忠被判死刑 在法庭上姚玉忠听到宣判 只是摇了摇头长叹一声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去过秦始皇的陵墓 不是我吹牛 在中国一百个考古学家榜一块 扔在那都不如我 姚玉忠临死前的这句话无比狂妄 在当时许多考古界的专家都纷纷出来指责 说他是不知天高地厚 对此你怎么看呢